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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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今天要为各位带来的教学是 如何利用rhinolinside Revit 去读取一个CSP的表格 然后我们透过这个表格 批次的去建立多个族群类型 好,那听起来这个题目有点复杂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简单来说呢,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CSV的表格 那这CSV的表格里面呢 可能会列出某一个专案里面所有的柱的类型 那以这边来说就是C1到C8 总共八种类型的柱 然后以及它对应的尺寸 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是会读取这张表格 然后呢,我们就会批次的建立这些柱的类型 那正常的做法来说呢 我们可能就是,例如说我想要建立一个C9类型的这个类型的话呢 我们要先按这个复制 然后打上我们的C9 那接着再去改变我们的尺寸 那我们先随便打一个尺寸 好,那这是一个我们如果手动的正常做法会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要教各位如何自动的去做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Grath Hopper的结果 好,那其实这个Grath Hopper的做法还蛮简单的 总共大概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我们先选择我们要 等一下要作用的族群,那也就是我们柱的族群 那我们选择是这个混凝土柱,矩形的混凝土柱 然后呢,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去读取我们的CSV档 那我们这边用到的功能就是 我们不会用到其他的就是外挂或插件 我们就是纯粹用Grath Hopper内建的物件 然后去读这个CSV档 然后最后确定读到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就要去复制这些类型 就是可能C1到C8的类型 然后最后我们去修改我们的类型参数 好,大概有这几个步骤 好,那我们就一步一步带各位做这个范例 那首先呢,我们先新建一个新的Revit的档案 那我们选择建筑的样板 好,那开启这个空的专案之后呢 我们先检查一下我们的这个单位 好,确定这个是公分之后呢 那我们接着就可以来打开Ryno Inside Revit 那要打开这个Ryno Inside Revit呢 必须到这个Add-in的这个页线底下 然后我们去点这个Ryno的符号 好,那顺利打开之后呢 这个Ryno的页线就会出现在这边 那接着呢,我们要来打开Grath Hopper的界面 所以请你点到这个Grath Hopper的按钮 好,那接着我们这个Grath Hopper就被打开 那为了方便各位看呢 我这边会用一个外挂 这个叫Bifocal 那它会列出所有等一下会用到的元件的名称会在上面 那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先来选择这个专案里面的柱的族群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专案里面的柱的族群 结构柱的族群在这边 好,我们等一下会利用这个原始的这个柱的族群 那它目前只有一个类型是30乘50的矩形柱 那我们等一下会透过这个族群 然后去建立多个就是C1到C8的类型 那主要会根据我们这张表格来建立 好,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先选到这个对应的族群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底下 那首先呢我们就要来选择我们的族群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Family Picker 来搜寻Family Picker 这边有一个ComponentFamily Speaker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去找到我们要的 这个结构柱的混凝图举行这个族群 好,有了这个族群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读取它的所有类型 那我们就利用一样搜寻Family 这边有个Family Types 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接起来 那我们就读到就是这个族群里面的所有类型 那目前我们只有一个这个30乘50的类型 好,那我们第一步选取这个族群的步骤就做完了 那接着第二步呢我们要来做这个 读取CSV的动作 好,要读取CSV的话呢我们等一下会需要用到 我们在这个rino的这个里面呢我们等一下会用这个readfile的这个 原件 好,那这个readfile呢你必须给它一个档案的路径 所以呢我们再搜寻Filepass 好,这边有个Filepass的这个原件 然后我们按右键 选择,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既有的CSV档案 所以我们选择第一个select one existing file 那我们去选到我们的CSV档 好,那这个设定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接到我们这个readfile里面 好,那它目前出现这个错误 因为目前我这个档案是打开的 所以我必须先把它关掉 好,然后关掉之后呢我再重新连一次 好,那这时候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我们读到的东西 那它目前呢就是依照我们的列 一列一列的去读我们的这些东西 那目前有读到九列 包含标题的这一列九列 那目前这边看到这个就是乱码 其实是因为编码的关系 但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不会需要读到这个标头的列 所以可以先不用管它 好,那这个标头我们等一下不需要用到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第一组的数字 第一组的这个资料先把它砍掉 那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叫做 call index的这个功能 然后呢,这个call index就是 你可以把某一组 你不要的东西把它砍掉 那例如说像这个D0组 我不要,我等一下这个i输入0 那D0组就被我给去掉 所以呢我就可以先把这个接过来之后 那这边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0 那我可以利用一个双引号打0 那等一下呢我的 像我这个输入完之后 我们可以给各位看一下结果 我把它丢过来之后 所以我的D0组资料就没了 那我现在就只剩下0到78组资料 好 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结果就是 它里面总共有 8个值 那这8个值呢就是8组的字串 那这个字串的组成就长这样 C1 斗点 然后 深度 斗点 寬度 好,这个 它其实是一个值 一个string 一个值 所以总共有8个值 那我们必须把这个string呢把它切开 利用逗号把它切开来 好,那利用逗号切开的这个节点呢 这个叫做text split 那我们就左键点两下搜寻text split 好,这边有text split 好,那我们就把我们需要切开的文字输入到第一个T 那C呢就是我们要用哪个符号去分隔它 那我们要分隔的符号就是逗号 所以呢我们可以一样 左键点两下 然后 我们要输入逗号嘛 那我们可以直接透过一个双引号 然后打逗号 然后再用一个双引号把它包起来 好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就是把逗号直接丢给我们的C 那我们来一样利用panel看一下结果 好,那我们就很顺利的把这个字串分成三个数字 就是编号、深度跟宽度 编号、深度跟宽度 好,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去分别取这个 每一组里面的第0个、第1个跟第2个值 好,那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list i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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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节点 那我们可以先 先把我们要的数据先接到L上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结果 好 那目前呢这个结果读到的就是 每一组的第0个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 是因为这个i 虽然我没有结 但是它的预设值是0 所以它就读到每一组数据的第0个值 那也就是编号的这个值 所以说呢如果我给它1 就会得到深度 给它2就会得到宽度 那我们这边有个比较快的做法就是 我们可以把这个画面稍微放大一点 那这边就会出现两个加号 那我们在这个下面的加号点一下 那出现加1 再点一下出现加2 好 简单来说呢它就会出现0加1 那这边就是1的结果 那这边是2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利用Panel来看一下 就是说把1接过来 没有它就是得到这个深度 那我再复制一个 我把2接过来 它就是得到宽度 好 所以呢这个编号 深度宽度 这三个字我们都有 然后也都把它分开了 好所以我们 这个读取CSV的工作就到这边 好那接着下一步呢 我们就要来复制我们的类型 那复制类型呢 我们就可以左键点两下搜寻 duplicate duplicate type 这边 好 那首先呢 我们必须给它 我要从哪个类型去复制 好我们 就把我们刚刚找到的这个族群 跟它的类型呢 接过来 好我利用它 然后 这个就是我原始的类型 然后呢 我要去复制成新的类型 那复制成新的类型 那复制的类型 你必须给它新的名称 那名称 刚好就是我们刚刚编号的这个 这一个 所以呢我可以把它 接过来 好接过来之后呢 马上这边就出现了 这些 这些组 C1到C8的这几种类型 那只是这几种类型呢 目前它都只有复制 它还没去改这个 升跟宽 所以它目前升跟宽 都跟这个30乘50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来 改变这个类型参数 改变这个类型参数 好要改变这个类型参数呢 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个叫做 set setElementParameter setElementParameter 好 那我要改变的物件呢 就是我的这个type 所以我可以先把它接过来 那k呢就是 我的参数名称 那这就是参数的值 等一下我必须赋予给它的值 好那究竟我的这个Element 有哪一些参数可以改呢 呃 我们目前当然是知道 就是升跟宽 柱身跟柱宽是我们要的 那你要怎么知道 到底有哪些可以改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叫做 inspectElement的这个节点 好那这个节点蛮好用的 例如说我可以先把我的这个type 接过来 好接过来之后呢 我可以按住我键盘的 Shift 然后对这个物件左键点两下 好 那它就可以列出说 这些 我的这个 元件 它到底有哪一些的属性 我就可以去读到它 那例如说它有柱身啊柱宽啊 然后这些model 好 这些是它可以去 读到的属性 不一定可以改 但是你可以读到的属性 那当然我们要改的就是柱身跟柱宽 好这时候等一下我们需要改的 东西 好 那这是另外补充的一个东西 叫做inspect 好 那我们等一下就去改柱身跟柱宽 所以呢 那我们的这个参数名称呢 就是第一个叫做柱身 就一样用一个双一号 然后打柱身 用双一号包起来 这是第一个柱身 好 然后我们等一下还要改另外一个是柱宽 所以可以复制一柱 然后呢 然后把这个名称改成柱宽 好 那有了柱身跟柱宽 确定名字都正确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柱身 接到柱身的这个修改的这个这个原件底下 然后把柱宽接到这边 好 那我们来 check一下 是不是正确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C1 43 50 C2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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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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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基本上它都依照我们的这个表格的数字去修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有设定成功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 来试着建立看看我们的柱 那我们选到这个结构页前底下 然后我们去找到 例如说我们来建一个C1柱 然后我们稍微改一下 改成高度 把它接到二楼 我们现在在一楼建 建到二楼 然后就放一根柱 然后呢 接着我改成 C2 好 C2很明显不一样 C3 C4 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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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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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好以上就是这次教学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